哇 押忍 一隻來就不來 身穿回憶男子手拿西瓜刀晃啊晃 看到背對坐著的料性男子 鎖定目標 手一舉 所有人都沒反應過來 就往脖子砍了一刀 料性男子回拳自保 兩個人打到大馬路上 但身體還是擋不了 鋒利西瓜刀 滿地都是鮮血 哥哥見撞 趕緊拿棍子喝紙 吃刀男子沒再怕 惡狠狠站著一動也不動 就是不離開 他不知道他弟弟被砍了 本來在看手機 奇怪怎麼被砍了 兩個去搶 還把西瓜刀 吃刀男子 這樣脫序行為 已經不是第一次 伊斯汗鄰居有糾紛 氣不過竟然拿刀砍人 鄰居多處受傷 皺傷休克 還在醫院搶救中 而鄰居哥哥也因為阻擋 吃刀男子 導致身上也有多處受傷 我們兩個回來他家也會怕 日治我都過了 感覺我真的 被砍的料性男子 個性熱心 在工廠上班 家庭經濟狀況不太好 哥哥是自由業 爸爸早逝 家中經濟由他扛起 跟被害人 有沒有過節在調查中 誰患已經縮壓 沒有零有經常手冊 男子失控行為 村民都很害怕 希望警方好好調查 就怕自己成為下個目標 記者侯國文林 榮家一報 驚喜 超音功 人數 超音功 農一